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将会用365天的篇幅 每天分享一则历史故事 和一部影剧作品 但也了解历史上发生哪些重要的事件 今天是2022年的2月5号 我们将时间拉回到1597年的2月5号 日本26圣人 哇我们今天回顾的时间还真是久远 1597年这个时间 是16世纪的时候 那听到这个名称呢 日本26圣人 我们就知道说我们今天的故事舞台 是发生在日本 在16世纪末 日本发生了很多宗教冲突 简单来说呢 就是信奉天主教的吉利之丹大名 他烧毁了很多佛教和神道教的神社或是寺庙 并且对这些僧侣们进行迫害 同时呢 信奉佛教或是信奉神道教的大名 也有反过来迫害吉利之丹旗下的这些 信奉天主教的教徒们 另外呢 在日本当地活动的葡萄牙商人 也爆出了很多将日本人当作是奴隶 来贩卖到海外的这些事情 在面对种种的乱象之下 封城秀吉在1587年颁布了半天联追放令 将天主教定位成邪教 但是呢 日本同时又非常仰赖这些海上的贸易 所以呢 这一个所谓的禁教令 并没有被严格的执行 而天主教的传教也从公开转为地下化 就在1596年也就是我们今天所介绍的这件事情发生的前一年10月 西班牙的帆船圣菲利普号因为海难的关系 漂流到今天的四国也就是当时的土佐这个地方 视为著名的圣菲利普事件 当时在圣菲利普号上的船长被带到陆地上的时候呢 为了保命 所以故意呢指控在日本当地传教的这些传教士 实际上呢是西班牙帝国他们为了要来控制地方的一些手段 所以这件事情传到了封城秀吉的耳朵里 让他再度的在1596年12月8号颁布了更加严格的禁教令 当这个禁教令颁布之后呢 日本境内各地严格取缔这些在传教的传教士 当时在京都担任京都奉行的十天三成 下令逮捕了在京都城内的方济各会传教士以及信徒们 同时呢也在大阪逮捕了多位方济各会成员以及耶稣会成员 传教士和信徒总计24人 这24个人的下场呢想必是非常非常的惨 在当年封城秀吉所颁布的严格禁教令当中 他的命令内容是要消去这些人的双耳和鼻子 但是当年的十天三成只有将这24个人带到了京都的绝川通这个地方 在桥边消去了左耳并且在京都城内游街示众 到了11月24号封城秀吉下令这24个人要被压解到长期进行处决 于是这24个人就开始了他们从京都用徒步的方式 在寒冬之中行走到长期的千里受难祭 在这个受难的过程之中还有两个信徒加入了这24个人的行列 最后他们26个人用走路的方式从1597年的1月7号一路走到了1月26号 最后他们在1597年的2月5号来到了长期西版的山坡上 被绑在十字架上准备被处决到了早上大概10点左右 处决的筷子手用长枪刺穿了这26个人的腋下 这26个人就在众目睽睽之下殉教 据说当时在行刑之前长期当局呢发布了禁止外出令 但是在处刑的西版山丘上已经聚集了超过4000人观看 这26个人殉教的故事呢被当时在日本传教的葡萄牙传教士 路易斯佛洛伊斯所记录这个文字记录后来随着这26个人的殉教遗骸 分送到世界各地被用不同的方式来保存 而路易斯佛洛伊斯所记录下的报告书也在欧洲方面流传开来 就在300年之后教宗庇护六世在1862年6月8号将这26个人列为圣人 而在当年处决这26个人的长期西版山丘上 也在1962年也就是这26个人被教宗列为圣人的100周年之后 由日本建筑名家金锦监次设计的日本26圣人纪念馆 以及雕刻家周月保五所设计的纪念碑 在这个当年26人殉教的山丘上揭幕 天主教会也将这26位圣人殉教的2月5号列为重要的节日 有关日本在16世纪末开始的禁教令时期 描述这段期间所发生的故事的影视作品相当的多 日本也拍出了不少类似的作品 都有在描述这段日本政府对这些天主教徒或是基督徒们 进行酷刑或是任何羞辱的仪式 都有很多不同的描写 在2016年所上映的《沉默》这部电影呢 这是以这样子的时空背景底下所创作出的故事 它是改编至日本作家远藤周作 在1966年出版的《沉默》这本小说 电影是由美国的知名导演马丁史克希斯所指导 由第二代蜘蛛人安德鲁加菲尔德 以及我们非常熟知在《星期大战789》部曲当中 饰演凯罗人的这位亚当崔佛 以及我们地表最强老爸连恩尼迅所主演 他的故事呢是在描述在日本禁教期间 两位年轻的葡萄牙神父 他们为了要调查一位资深的神父 在日本传出弃教和叛教的消息之后呢 前往当时的日本 找寻这位资深神父的下落 他们用偷渡的方式来到了日本 并且在日本当地看到了非常多 日本政府迫害天主教徒的种种残酷的景象 这部电影最大的特色呢就在于 是少见在台湾取景的好莱坞电影 剧主在2015年开拍的时候呢 在台北市的中影文化城 在新北市的共导 瑞芳 双溪 金山 万里等等的地区 以及花莲进行取景拍摄 这同时呢也是马丁史克希斯 历时25年的梦想之作 这也是拼奏出马丁史克希斯 梦寐以求的《宗教三部曲》 接去了《基督最后的诱惑》 《达赖的一生》的第三部作品 我不知道大家当初在2016年的时候呢 有没有看到这部电影喔 我当时在看完之后呢 非常的喜欢 但是这部片的片长呢 真的非常有挑战性喔 161分钟 快要3小时的片长 它的步调非常的缓慢 整体的调性呢 也是偏向有点安静喔 但是它在还原历史这方面 呈现当时日本禁教的种种样貌 我个人认为呢 如果你没有跟我讲说这个是在台湾拍的喔 我基本上呢我是不会相信的啦 再加上说呢 当时我在看电影的当下 看到台湾的风景被拍得这么漂亮 我就已经非常感动了 电影剧情当中所描述的有关信仰的真谛 人在面临到肉体的受难之际啊 是否还能够坚持他们所谓的信仰呢 我相信呢在这部片里面呢 也有非常深刻的描述 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 不妨把这部片拿出来欣赏一下 我相信呢每个人在看这部片的时候呢 都有不同的解释也有不同的感触喔 好啦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所介绍的 《历史事件》 《日本26圣人》 以及我们所推荐的电影《沉默》 不知道大家在听完这个故事之后 有什么样的想法 或是你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呢 都欢迎在留言区上留言 或是在首播的时候 来跟我们做互动喔 当然呢如果你喜欢这部影片或是声音的话 也不用了按赞追踪我们的脸书粉丝团 以及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也不用了在Apple Podcast和Spotify上 留下五星好评 并且利用各大的社群平台 推荐和分享我们的节目 让更多人加入我们的讨论喔 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H&M 365 希望你们会喜欢 我们下次再见 Bye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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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